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黑眼骑士 欢迎来到湖外 今天咱们继续来湖外玩弹弓 一直以来我们弹弹弓 都穿着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今天我要穿一件 符合我弹弹弓身份的衣服 怎么样 换了一件新衣服 挺像那么回事吧 站远一点看看 战斗感很强啊 弹弹弓就有这种感觉 一百多元这衣服 但是在湖外穿起来 挺像那么回事的吧 之前就随随便便穿的衣服 很多人都说我的衣服不像样 今天怎么样 像那么回事吧 作为一个户外人士 一定要有一件像样的户外服装 符合你户外风格的衣服 而我经常玩弹弓 更需要一件 让我感觉像一个特种兵的衣服 我觉得这就不错 跳一跳 好了 穿上这个衣服精神抖擞啊 今天我们玩弹弓 宿舍弹弓 穿上这么件衣服 配上我的宿舍弹弓 在这样的地方练习打靶 还会让我感觉 像史太龙一样 像Lambo一样 丛林 丛林战斗王 只有孤达配过宿舍 才更能显出这种弹弓的力量和特点 宿舍弹弓呢 能够宿舍的秘笔 就在于它能把披荆这么举起来 并且它不像顶塔那样 举着上面的长度太长 会搭了下去 它的一半缩在这个弓眼下面 只有在它拉长的时候 披荆才会被拉出来 对宿舍弹弓提高射速的希望不能太高 它能做到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帮你捋顺披荆了 而不能真正的帮你提高射击速度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练习 提高我们的射速 捡了个大鸡蛋 恐龙蛋 看到吗 先把这个这个目标物 练练手 今天风还比较大啊 不过我们玩的是这个速射弹弓 眼皮筋在户外受风的影响比较小 这其实是一个路灯灯罩 废弃的路灯灯罩 捡来的 我们先拿它练练手 这个距离打这个弹的话 实在太简单了 一打就一个洞了 哇 继续啊 我们站远一点 一打就一个点 一打就一个线 往下 一打就会 判复 一打就把 一打就很重 一打就很容易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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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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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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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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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想打招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朋友们 今天这个风实在太大了 发现对这个圆皮筋来说 多少有些影响呢 虽然圆皮筋比较是个湖外 但今天风实在太大了 有一点点影响 没有发挥出我平常的水平 另外这套衣服感觉非常不错 那之后我要弄点更带劲的衣服 帮你更带劲的装备 就要戴上帽子啊 现在发现现太后仪了 后仪的不成样子 该戴帽子了 该戴帽子了 年纪大了 亲爱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